喜欢看篮球的球迷一定都听说过一名叫做达玛拉的女篮球运动员,可能是因为她确实太漂亮了,也可能是因为又有NBA球星对她表白,女篮球运动员本来就不多,像达玛拉这么漂亮的更是少之又少。 说她是篮球界第一女神也毫不为过,比起前任篮球女神劳伦杰克系,达玛拉更多了一份清纯和可爱。 达玛拉出生于1989年,父母都是西班牙运动员,从小达玛拉就开始练习篮球,一直担任后卫的位置,上学之后就加入了那小篮球队。 在高中的时候,达玛拉身高就超过了180厘米,追求者非常多。 后来上了大学,因为客人时间多,所以达玛拉选择成为了一名模特,白皙的皮肤和高挑的身材让她一度成为了平面模特的抢手人物。 不过达玛拉的重心依然放在篮球上,明明可以靠面吃饭,却偏偏要打球。 18岁进入大学的达玛拉,在拉玛尔大学的NCAA打比赛。 在第一个赛季的比赛中,达玛拉五次拿下两双,总决赛中拿下44分,一个赛季打破多将校记录。 只用了一年就被投票选入NCAA南部赛事女子全明星篮球队,无数WNBA的球派登门拜访,想让达玛拉迁入自家的篮球队。 2008年的时候,年仅20岁的达玛拉入选西班牙女兰国家队参加北京奥运会,这个身高185厘米,体重72天克,颜值高高的女球员一上场,就吸引了无数球迷的目光。 当时就有人说,如果要说谁可以征服整个NBA,那非达玛拉莫属。 2010年的时候,达玛拉和西班牙球人李基卢比奥交往,了一段时间后分手,至今达玛拉再也没有传出过感情新闻。 现在达玛拉已经30岁了,依然还是单身艺人,她对此表示还在寻找合适的对象,最后也希望达玛拉可以尽快找到自己的归宿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